市长威嘉贤在24号也前往了卫福部花莲东区老人之家致政春节礼金 由于疫情的关系呢 东区老人之家的主任宋静宁是邀请两位住民代表大家来受证 而市长他也表示说新年快到了 除了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提醒最近疫情再度升温 住民们一定要落实防疫措施 让自己平安健康 即将过年了 市长威嘉贤特别协同社劳客长萧子卫 还有名利里里长萧文龙拜会了东区老人之家主任宋静宁 并且向代表出席的两位住民来致意 我们到东区老人之家 也要谢谢家主任还有我们里长 长期来对于我们东区老人家的一个住民的关心跟照顾 那今天也代表所有的花莲市的乡亲 来关心我们东区老人之家的我们住民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两位老人家来做代表 那也了解一下龙穴老人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那也并自证了一个小红包给179位的住民 那也希望我们这边的长辈 在新的一年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平安很快乐 宋静廷主任表示 每到岁末年中 长辈们都很期待为市长到来 虽然因为疫情无法和大家相聚化加长 不过他会把市长的用心转达给长辈们知道 很开心马上就要过年了 虽然有疫情的侵扰 但是大家都有做好的防护的措施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开心的准备过年 那今天很多长辈都很期待啦 就是市府那个公所这边给大家的慰问 特别是市长每年在这个时候 都会带来我们的市民的关心 大家一定会很开心的平安过这样的一个年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市公所依网立在农历年前送红包给 涉及花莲市公费安置的住民 今年共送出179份总计是35800元 市长温家贤也呼吁乡亲 疫情持续升温 务必要在家中长辈前往接种第三剂疫苗 落实防疫措施 让新的一年平安又健康 这里会换市报道